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要求我们看到这边 能不能把这边打造成经典 或者是符合乡村进行政策的 所以我们搞了农家了 理想弄的就是叫白甲菜 白甲菜就是每家一个特色特色 这样我们这边就基本上不要厚处了 正是在李玉的带领下 白山镇建立起第一个民俗文化村 也让村民的生活丰富了起来 只有抓住游客的胃 才能抓住游客的心 隐藏在乡野里的美食也各具特色 既能传统又能前卫 黄鳝和咸鸭 这对不寻常的食材搭配 让华神配菜帮手的小院合伙人江姐也紧张了起来 腌制好的黄鳝和咸鸭一起摆盘 猪油去腥增香 黄鳝的鲜香和咸鸭的咸香相辅相成 在这里 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鸡杂碎 也变成了家喻户晓的美食 腌制好的鸡杂碎在沸水里 一下子失去了血色 水淀粉和葱段的加入 使汤汁变得粘稠起来 让人望而却步的鸡杂碎 在葱段的点缀下也变得柔和些许 来上一晚回味无穷 往往简单的食材 最能勾起内心的记忆 在炉江人的年夜饭上 这道合汽菜必不可少 豆腐果子切成丝 在锅里爆炒 白菜杆和红椒一起 立马丰富了这道菜的颜色 色泽斑斓 入口清爽 一下子就快进到了一团和气的新年 虾滑填满香菇 这种中西合璧的吃法 也出现在了农家乐的饭桌上 煎至两面金黄后 再用蒸汽混合食材 勾上浓郁的酱汁 舀一口 香菇在口中爆汁 虾肉软嫩弹滑 每年的腊月二十三 炉江家家户户都会做送灶爸爸 江姐毫不吝啬自己的手艺 亲自操刀 如今 做爸爸这个习俗还依旧流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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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上六点 工人们已经开始工作 一阵阵热浪从地面席卷 他们顾不上被汗水打湿的衣巾 必须抓紧每一分钟 把葡萄采摘下来 送往第二道生产线 就在这里 包装好的葡萄盐震一袋 果实一颗挨着一颗紧紧地挤在一起 以最饱满的姿态和娇嫩欲滴的绿色 带给人们惊喜 沈明杰作为九天生态园的负责人 对这里的每一株花果苗木 都视若珍宝 大面积的种植 让身价不菲的阳光玫瑰葡萄 回归自然 走进所有人家的果盘 我们所有的水果均以绿色的农家肥为底肥 不打除草剂 不使用化肥 让它的口感和品质 都达到绿色和健康的标准 沈明杰对果园的细心呵护 也是回馈自然的一种方式 水果们也各个身怀绝技 展示着自己不俗的魅力 水果入传 从来不是稀罕之事 大厨 灵活运用果园种植的蔬菜瓜果 让一道道美食充满奇思妙想 刚下枝头的新鲜黄桃 与朱里姬一起 和糖醋酱汁的美妙融合 肉食的香浓和黄桃的酸甜相得一张 甜味既不会过分浓重抢了风头 又能在化开于唇舌时 解了肉食带来的油腻 用水果独特的酸甜味 来提味增香 是烹饪中常见的做法 不知是虾兵私闯禁地 还是火龙果误入龙宫 出锅时变了色的虾仁 宣告着它才是最终妥协的一方 水果不只是能成为菜肴中的点缀 它们本身也能成为主角 凉拌既不会过分破坏水果本身的口味 又能为其增添丰富的滋味 褪去青涩的外衣 露出晶莹剔透的果肉 大猪小猪落玉盘 果粒饱满 果肉多汁的阳光玫瑰葡萄 不仅在果盘里 在餐桌上也能大展圈角 而田园生活的乐趣远不止采摘 狩猎也是人类最古老的生存方式之一 四散在农场里的走地机 决心与大厨一较高下 丝滑的走位也没能逃过大网一挥 最后还是败下阵来 虽然没能在追逐比赛中取胜 但大公鸡也能凭借着肥美厚实的肉质 在餐桌上获得一席之地 猪肉搭配粉丝和当地的伞子 经大厨之手 揉合成一道农家驼子 撒上葱花 中国人做菜的成就感到这一步圆满 要说起最能代表凤阳的美食 大肠面当仁不让 红油加上数种香料一起煮制 大肠处理恰当 刀工细腻 农家手工的小刀面在水里宛若油龙 汤汁浓郁 面条劲道 没有普通大肠的油腻 却又保留了那份油脂的香味 首先从原料选材上面 我们就是以纯手工 新鲜的大肠 然后进行熬制 包括面条我们也是手工面为主 然后它的口感 跟用你挂面 或者说你其他的机器 制出来的面的口感 劲道都不一样 就会用一次油腿的 这个油腿的儿子 我们是伤工室的 我们可以试图 我们先去分析 去分析 然后我们也会ense 能够的 大家都知道把园区做得更好 我们就能更多的服务 更多的百姓 帮助更多的百姓 来把我们整个这一块的物工的农户 让他们除了能解决吃饭的问题 还能让他们再解决支付的问题 靠一片花海治愈心灵 汗水的挥洒也变得热烈 真挚 捧一串葡萄 期待来年的丰收 虽然花期有时 但也后会有期